从最初的敌友 变成了大火锅日子的夫妻 能给我们说说你们的婚姻吗 其实当时的婚礼非常简单 没有双方的父母 这是你那个结婚证 只有一张结婚证 当时我就告诉父母说 我找了一个西藏边防军官 但是我父母都不知道 他受伤了 后来母亲想看一下 她未来女婿的照片时 我们就犯难了 后来当我看到 说得好吗 婚后虽然艰辛 但是我们却很幸福 因为在照顾她的过程中 不得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我也知道她的康复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回到了河南进行治疗 在医院门口 我们租了一个小房子 就是有十多平方 生物的卧室 厨房 卫生间 全部都在里边 房子虽小就很无心 那是我们爱的小巢 在她康复的同时 我也想过去找工作 但是她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灵活 她不可能离开人 所以我在照顾她 推着她去那个白马寺风景区 转的时候 看到人经常丢掉啤酒瓶饮料瓶 所以我就把她收集起来 然后最后去卖 在警局检破了一天能卖几块钱 最多的一次竟然卖了15块钱 当我高兴地跳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么长时间 是我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我高兴 她就在一旁 就这样摸摸我 我知道她是在心疼我 其实有时候在一起 她给一个眼神 给你一个抚摸 都能感到无穷的力量和爱 这就是我们简单而平凡的幸福 今天妈妈也来了 对不对 对对 那我们也请妈妈上场 好吗 好 来 有请妈妈上场 孩子当年结婚 都没敢告诉您 对吧 没 那是什么时候知道 女儿结婚的呀 那是一开始是 她在我们报纸上 和那妇女生活的 是通过报纸 和妇女生活杂志 看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村里人都知道 没有我们一家人不知道 当时我们的事情 爸知道以后 我爸就三天没有吃一口饭 没有喝一口水 我知道他们怨我 为什么能瞒了他们七年 就是我们结婚 然后我们有我们家甜甜的时候 都没有告诉他们 现在我爸已经走了 走了几年了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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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之前 我一直想 我们有时间去孝敬 我的父母 但是当我听我弟弟说 父亲病的时候 我还一直想 父亲病了 他最多的打几天掉针 最多的是住几天院 做个手术 会慢慢好起来 但是在我父亲查出病 一年以后 父亲真的走了 我没有来得去孝敬他们 在他病中的时候 最多的是弟弟和妈妈 在照顾他 所以我欠我父母的很多 我问一下阿姨 阿姨 您现在看到女儿啊 女婿啊 还有第三代了 您现在内心 是不是已经原谅他们了 原谅了 知道孩子都不容易 不少熟了 孩子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有一个人 的 就是 你的 就是 那 我们 大家 没有